美股播放二阶专利 大家好 我是美头军 你们的美股探路者 今天是2021年5月26日 星期三 美头军在这里为各位看官 筛显出了下面这几件 最值得我们投资者关注的市场大师 我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分别给大家介绍 并分析他们的影响 首先我们关注彭博社的一条新闻 标普白指出基金做空率 创年内新高 市场做空情绪再度升温 第二条新闻 GME AMC等WSB概念股连续暴涨 再次引发市场关注 最后我们关注一下 亚马逊对于梅高梅公司的 84.5亿美元的收购案 在此之前 让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市场回顾 今天三大股指波澜不惊 其中道琼斯指数小涨10点 涨幅为0.03% 纳斯达克指数表现不错 上涨了80点 涨幅为0.59% 标普白指数居中 上涨7点 涨幅为0.19% 今天各个板块表现各异 涨幅最大的是 能源和非必须消费品板块 都有0.9%左右的涨幅 而下跌最多的 则是医疗板块 跌幅为0.56% 另外 必须消费品和科技 也有小幅下跌 在讲新闻前 美头就想请各位看官 帮我一个忙 首先要感谢这两天 积极帮我点链接的看官 你们的支持 是我持续输出好内容的 最大动力 目前浏览量的进展巨大 但离5万的目标还差一些 就差美头看新闻的看官 再推一把了 还没点链接的看官 辛苦各位动动手指 只需点击置顶评论中的 盈透证券的主页链接 无需开户 无需个人信息 只是单纯浏览一下网页即可 多谢各位了 第一条新闻 标普500指数基金 做空率上涨之年内新高 今天彭博社的一篇文章 引起了我的关注 文章称 做空标普500指数基金 SPY的势力正在积极 压住市场将会迎来回调 如下图中蓝线所示 标普500的指数基金 SPY的做空率 在最近不断攀升 做空比率达到了 今年以来的最高水平4.8% 而在今年3月份前 该比率大部分的时间 都维持在2%左右 仅有目前水平的一半不到 一些分析师认为 大盘即将面临10%以上的回调 投资机构 Independent Advisory Alliance表示 根据历史数据 市场平均每两年 就会发生一次 超过10%以上的大回调 上次这样幅度的回调 还是去年3月份的大跌 去年9月和10月的回调 只是刚刚触及10% 因此从时间上看 他们相信 在今年下半年 市场还会迎来一次 超过10%的大幅回调 花旗银行的观点 则更为极近 他们表示 按照他们对历史数据的 测算方式 大盘在未来12个月内 100%会回调至 比目前更低的水平 目前相当多的投资者相信 回调即将来临 也就不难理解 SPY的做空率 为何如此之高 很多投资者正在通过 卖空指数ETF 进行提前布局 或者进行对冲 另外市场上的温和派 也不太看好大盘的涨幅 路透社最近的 分析师投票结果表明 年底标普500的 平均目标价 仅为4300点 比起目前的水平 仅有不到2.5%的涨幅 他们的担忧 主要来自于 通胀加速 企业利润增速放缓 以及美联储 提前缩紧货币政策 但同时 他们也不是完全乐观 依然看好部分板块 比如价值和周期板块等 他们认为板块轮动 还远未结束 同时 他们也认为市场依旧存在 驱动股市继续上涨的利好 如充足的流动性 经济刺激政策 以及公司的回购等 总的来看 温和派认为 市场依旧还会上涨 但是涨幅有限 无法再重复 2020年的疯狂 美联储认为 我们投资者应当学会 正确看待 分析师所提出的 市场风险预警的观点 一方面 我们要认真对待 这些风险提示 在投资时 时刻保持头脑清醒 尤其在目前 不确定性强的市场中 需要做好保护 切不克杜博士投资 但同时 市场从来也少不了 这类风险提示的声音 有时声音大 有时声音小而已 我们投资者 需要认真对待风险 但绝不能 因噎费时 放弃投资 更不能time the market 做空股市 长期来看 市场就是在跌跌撞撞中 不断回调 不断突破新高 投资大师 彼得林基曾说 投资者因为惧怕回调 所造成的踏空损失 远大于他们 真正在回调时 所承受的损失 第二条新闻 GME AMC等 WSB概念股 今天再次暴涨 备受北美散户 投资者追捧的 GME AMC等 所谓WSB概念股 今天再次暴涨 年初GME等股票 被逼空的事件 相信大家还记忆犹新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 的沉寂过后 这段时间 他们又开始不老实了 GME今天 以15.8%的涨幅收盘 本周三个交易日的涨幅 已经超过了35% AMC也大幅上涨 本周累计涨幅超过了60% 这波暴涨 主要由于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 公司业务上有了新动向 最近 NFT市场大火 热度不亚于比特币的暴涨暴跌 GME瞅准时机 设立了一个 关于NFT的新网站 网站正在邀请 艺术创作者和玩家加入 市场猜测 GME将会建立一个 基于以太坊的NFT平台 并且正式涉足 数字货币和NFT领域 可谓一石二鸟 精准戳中市场兴奋点 NFT作为区块链 在艺术品领域的一种应用 被认为 未来可以在游戏领域 产生巨大的应用场景 比如游戏人物 或者游戏道具 都可以转化成NFT 而GME的主页 正是和游戏相关 搭上了市场最火的两个话题 自然引发投资者 对未来的无限遐想 第二 是市场情绪 起了极大的作用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 许多题材股和概念股 都经历了 动辄50%以上的下跌 有部分投资者认为 这些股票已经超迈 并且开始布局进行炒作 Sanctuary Wells的观点认为 上周比特币的大幅回调 使得一部分投机资金 暂时离开了币圈 而他们的下一个目标 正是沉寂了一阵的 WSB概念股 加上三大股指 再次来到了历史高位附近 这显著提升了 投资者们的风险偏好 他们认为牛市依然坚不可摧 题材股和概念股 也将迎来机会 最后一个原因 是空投回补 所产生的嘎空 具体的原理 我在主频道的视频中 结合上一次GME 被嘎空的事件 做了详细的解释 感兴趣的看官 欢迎回看美头军 之前的那期视频 目前市场认为 这些股票 可能有再次被嘎空的可能 数据机构 S3 Partners 观察到 这两天有相当多的空投 正在平仓 GME和AMC的空投 在这两天 已经损失了超过600个Million 即便如此 这两个公司的做空比例 依然高达20%以上 这使得部分投机者 加大仓位买入 盼望之前 被嘎空后的暴涨盛势 能够再次到来 对于这样的投机炒作 我一直是不鼓励 咱们各位看官参与的 在我看来 这两家公司上涨 完全是投机情绪的推动 而此时 不管你是做多还是做空 这笔投资的收益风险比 都极低 我们投资者不能仅仅 从收益来思考问题 这笔投资的风险之高 已经使得任何收益 都不成比例 之前题材股和概念股 在暴涨过后的 大幅下跌 应该已经给不少人上了一课 如今相似的情况 再次发生 我的建议依然是 敬而远之 第三点新闻 亚马逊收购 MGM Studios 今天电商巨头 亚马逊宣布 大手笔收购 公司将以84.5亿美元的价格 收购电影制作公司 MGM Studios 美高梅在业界 久付盛名 旗下拥有相当多的 知名品牌 就比如家喻户晓的 007系列 美高梅在2010年 经历了破产重组风波后 这些年过得并不太平 近两年也一直在 积极寻找买家 不断与亚马逊 眉来眼去 本来市场估值 在55亿美元左右 这次被亚马逊 以8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 美高梅可谓得偿所愿 而亚马逊 近些年在收购上 大动作不多 这笔交易 是亚马逊 继2017年 以137亿美元 收购Whole Food后 第二大收购案 接下来 我就给各位看官分析一下 该笔收购案 对于亚马逊的影响 看多此次收购的分析师认为 收购美高梅 这样拥有 庞大资产组合的制片厂 能为亚马逊提供一条 快速发展视频流媒体服务的途径 目前亚马逊在娱乐 以及媒体领域 进行了大规模的布局 其下业务有 Prime Video Amazon Studio 以及Twitch等 而本次收购中 亚马逊主要是看中了 美高梅的优质资产 亚马逊高管表示 他们看中收购后 产生了协同效应 两家团队可以一起工作 来挖掘美高梅的巨大价值 亚马逊对于美高梅 所带来的价值充满期待 分析师Jason Bass 则非常看重 收购所带来的规模化效应 他认为 这笔收购让亚马逊 在内容规模上 得以加速追赶 行业内的其他竞争对手 而Forester的分析师认为 对亚马逊 1.6万亿美元的体量来说 84.5亿美元的数目 微不足道 如果考虑到 合并后 美高梅会给亚马逊 所带来的额外价值 这实际上是一个 相对较低的价格 毕竟这一起收购 对亚马逊的媒体资产组合 是一个巨大的补充 但同时 CNBC也表达了 对于这笔收购的一些担忧 指出这起收购案 使得流媒体行业内的竞争 日趋白热化 这主要表现在 市场越来越像 少数几个头部玩家中集中 如Netflix Disney等 为了追求规模化效应 公司往往会选择 抱团来增加竞争力 前不久 Discovery和AT&T旗下的 Warner Media的合并案 就是这个路子 亚马逊本次收购 进一步加剧了 该行业第三名位置的激烈竞争 并使得节目内容的制作成本 继续水涨船高 这会不利于公司的利润率 同时 亚马逊在各个领域的频频出手 也引来了市场 对于反垄断方面的质疑 市场担心 亚马逊利用巨大的资本优势 在各个领域快速扩张 在占据了有利的市场地位以后 利用这些优势 反过来进行提价 侵害消费者的权益 最近亚马逊所面临的许多指控 都与此有关 这可能会成为亚马逊 未来的一个隐忧 我认为这笔收购 确实现实了亚马逊 进军流媒体行业的决心 不过 从目前该行业内 激烈的竞争态势来看 亚马逊的投入 还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并且短期内 可能还见不到可观的盈利 不过亚马逊的策略 一直都是 不追求短期利润 前期疯狂投资 未来开花结果 这笔交易的成果 可以看出亚马逊虽然体量巨大 但依旧在通过外部收购 和内部挖钱的方式快速发展 还远未达到成熟阶段 我在主频道中 专门介绍过 亚马逊不为人知的一面 感兴趣的看观 欢迎一步到我的主频道观看 视频最后 按照惯例 美特军要提醒大家 明后两天要关注的重要时间 明天盘后 零售巨头Costco和蓝筹科技 Salesforce 会公布本季度的财报 周五会有两个 反应经济复苏状况的 重要宏观数据公布 第一个是 美国四月核心PCE物价指数 会直接反映目前的通胀水平 如果数字过高 可能会引发市场波动 另外一个是 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 这是一个预测经济走势的 先行指标 可以提前观察 经济周期的变化情况 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各位看观认为 这期视频对你的投资有帮助 别忘了点个赞再走 你们的认可 是我持续输出好内容的最大动力 谢谢各位 咱们周五见 如果你喜欢美头君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 关注和转发哦 谢谢大家